Jazz Piano 基本 Voicing Hello, 大家好, 我是 Brennan 我今天想和大家講講Jazz Piano 的基本 Voicing Jazz Piano 的 Voicing 其實就是指到 我怎樣在Piano 上去按那些 Chord 當然, Jazz Piano 的 Voicing 有它自己特定的按法 令我們可以彈出來的聲音是零射豐富的 在鋼琴上來彈 Voicing 主要是分開兩大類 一個就是 Rooted Voicing 當你是彈 Piano Solo 鋼琴獨奏 或者是純粹一個鋼琴去伴奏另一件樂器的時候 我們是有必要彈一個 Chord 的 Root 我們就會用到 Rooted Voicing 但是, 如果你是在一隊 Band 裡面彈 而這隊 Band 已經有一個 Bass Player 的時候 你就沒有需要再重複 Bass Note 這樣我們就會使用 Rootless Voicing 關於 Rootless Voicing 我會在另外一個 Video 裡面跟大家講解 今集我們會主要講解 Rooted Voicing 在我們開始講這個 Voicing 的時候 我們先了解一下一個 Chord 的結構 這個是 Dm7 我們會見到 D 是根音 Root 然後是 3 度 5 度 7 度 我們在真的彈 Voicing 的時候 我們很少會把整個 Chord 整個這樣彈下去 因為當你這樣彈的時候 那個 Chord 聽起來 會很混軸的聲音 所以我們會在當中 我們會選一些重要的音來彈 除了跟音之外 我們要理解到 其次重要的音就是 它的 3 度和 7 度音 這個是 3 度和 7 度音 所以當我們去 Focus 左手來看的時候 我們可以考慮彈 Root 7th 或者 Root 和 3rd 如果這隻手夠大的話 你可以考慮另一種彈法 所以如果當我彈一個 2 5 1 的話 基本上我的左手是這樣移動的 又或者 有些書會稱第一種移動方法為 Type A 而第二種移動方法叫 Type B 至於我們的右手 我們同樣地不會把整個 Chord 這樣彈出來 因為這樣彈的時候 你會和你的左手有太多重複的音 在這裏我們見到 右手的一手指 這個 Root 這個音 是和左手的 Root 重複了 最好的做法 就是我們選擇 高一個 Extention 換言之我們不彈這個 Root 我們反而搬去最頂 我們就加了一個 9 音給它 在這個情況 你會留意到 我們的右手 基本上是由 3 度開始彈的 3 5 7 9 可能你會發現 這個 7 音和左手的手指弓 7 音又是重複 所以我們也可以不需要彈它 所以 Dm7 一個比較常見的彈法 可以這樣按 我們現在看看 G7 右手的 G7 是這四個音 和別人 我不希望右手和左手有太多重複 在這裏我可以怎樣做呢 我可以把最後的 F 音 搬到下面 然後呢 這裡 我不彈這個 Root 我可以彈這個 9 音 這是另一個彈法 和別人重複的三度音 我可以不彈 這就是一個簡單的 G7 的按法 不過 在 G7 裡面 其實我們一個很常見的情況 就是會彈 13 音 所以呢 我們可以很簡單 去計算 G7 的 13 音 其實是 E 音 正正就是和剛才 Dm7 的右手 所按的三個音 是一樣的 所以呢 一般在 Jazz 裡面 我們彈 2 和 5 曲 右手其實是可以減少其他的動動的 Dm7 接著 G7 OK 那 Cmaj7 的話 我其實純粹是把整個 移到旁邊 這樣就可以做到 Cmaj7 我們再看一次 Dm7 G7 G7 Cmaj7 好了,至於Type B的按法 我們的Dm7是這樣的 我們不妨試一下 我們不妨試一下 將右手 用七音開始彈 同樣地 我將這個Root 重複的這個Root 我比開它 我彈九音 將重複的F音 不彈 這會變成Dm7 G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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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樣是由三音開始 3 5 7 9 在這個情況,我可以用五音來代替 然後重複的七音,我亦不彈 G7變成這樣 Dm7去G7是這樣 G7,Cmaj 左手除了可以彈兩個音之外,亦可以選擇彈一粒音 我們以二五一為例,左手就會變成這樣 D,G,C D 當我加上右手的時候,同樣地我不想重複D 所以我第一個做法,就像剛才這樣 我可以3,5,7,9 而至於G chord D chord 我們也可以像剛才這樣去彈 就是用七音在底下 然後加上九音 三音 然後最頂,我用十三音 而C chord 就跟Dm的情況一樣 用3,5,7,9去彈 整個的2,5,1就會變成這樣 除此之外,我們有另一種彈法 就是Dm7 我的右手,我不用三音開始 而是用七音開始 在這個情況之下 在這個情況之下,我右手彈的音 就是7,9,3 整個就變成這樣 而G7呢 就只是把這個七音 解決下來 三度音 就是成為G7 你會見到G7呢 我的右手其實是彈在3,13,7,9 然後同樣的道理 回到C Major的時候 我右手可以從七音開始 7,9,3 那我整個的2,5,1就會變成這樣 那在練習2,5,1,Voicing的時候 我們怎樣可以把它練熟呢 其中一個最好的方法 就是按照一些 chord change cycle 來去變化 那現在我嘗試一下 就用一個是whole tone的距離 即是說 即是C Major之後 我們去Bb Major Bb Major之後 去Ab Major Gb Major E Major D Major 再回到C Major 如此類推 那我們可以嘗試這樣做 用Type A的voicing 來彈吧 然後我們又嘗試用Type B的voicing 9,9 Vach implementation 3,4 5 Emmanuel 剛才我只是彈了半個 Hold Tone Down Cycle 因為它還有另外一組的 Hold Tone Cycle 當然你除了彈這個 Hold Tone Down Cycle 之外 你也可以彈其他的 Cycle 例如 Cycle of Fourth 或 Cycle of Fifth 甚至是 Chromatic Cycles 務求讓自己很熟悉 可以隨時看到一組的 Two Five One 都可以立即彈出來 接著我們就就剛才所學的東西做一個簡單的總結 在左手來說我們除了 Root 之外 如果你要加音通常我們都是加個 7 度或是 3 度音 至於我們的右手 我們要留意第一個方法就是把 Root 變成 9 度 然後在五七 chord 裡面 我們會把 5 音變成 13 音 然後再拿走和左手重複的那顆音 通常都是 3 度或是 7 度 那你就完成右手的 Voicing 了 好了 今天我跟大家講了一些 GX Piano 基本的 Rooted Voicing 了 關於 Voicing 的課題 其實還有很多我們需要講的 我就會留待將來的 Video 跟大家來分享 如果你喜歡我今集的 Video 的話 記得去 Like 和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